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光匆匆,岁月无情 转眼间,我们就在人生路上走过了半生 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 也因此感悟了许多,明白了许多 方知,生活不仅仅只及我们考验与磨难 也教会了我们不少哲理 一,糊涂,方为真 佛曰,一切众生即非众生 世界纷纷扰扰,真真假假 其实并非那么重要 与其活得太清醒,让自己被所事翻新 不如糊涂一时,活得自在潇洒 西汉有一位糊涂宰相 名叫与其 有一天,他走在大街上 看到有人在斗殴,现场死伤不少 但他却没有过去询问情况 而是假装看不见,默默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有头牛在不停地喘息 于是他蹲下来查看牛的状况 他的属下认为与其太糊涂了 于是上前提醒 您这样做不是贵处而见人吗 与其却笑着回答 老百姓斗殴,这是长安令所管的 我作为宰相 只是根据这些官员一年的政绩进行考核 用不着势必攻勤 然而,现在还未到盛夏,牛就喘息了 想必是节气失调 而节气失调将有可能导致灾荒 这才是宰相分类的事情啊 有句话说过 人生须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为人处事,最为难得的不是精明圆滑 而是难得糊涂 都说雾里看花花最美 糊涂是明白的升华,是扩达的表现 人生活着何必太惺惺 那些所谓的糊涂者不过是看清了,看透了 明白与清醒到了极致 所以才成为旁人眼中的糊涂而已 二,知足常乐 常言道,人心不足舌吞笑 贪欲越多,失去的也就会越多 人常在贪念之中就会容易丢失了幸福 曾经有一个人在路上偶尔试到了一张百元大钞 他因为这笔意外之才时常低下头走路 希望能再次拥有这样的好运 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 据说,他在这些年里除了捡到四万颗纽扣外 只拾到了几十元钱财 但他却从此成为了一个严重驼背的人 他懊悔地说到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有好好欣赏过落日的起立 大地的鸟已花香了 这一点都不值得 走过半生 我们一路成长 一路追逐 总希望能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 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 殊不知 越追逐 越会陷入生活的痛苦里 林玉唐曾言 满足的秘诀在于知道如何享受自己所有的 并能去除自己能力之外的物语 学会知足才是最正确的处事态度 学会常乐才是人生最好的活法 西方有句谚语说 对于我们现在有的一切感到满足 就是财富上的最大保证 人这辈子懂得知足常乐 人生才能真正富足 三 放下过去 一人来到佛前问道 凡行圣者 你们居住在树林中简陋的茅屋里 每天仅仅一餐 为何如此快乐 佛回答 不悲过去 飞摊未来 欣喜当下 由此安详 是啊 人生的快乐 人生的快乐幸福 在于抛开过去这个包裹 认真的活在当下 人生是哭着笑着 跌跌撞撞地走过的 这些已经留下脚印的路途 有鲜花和荆棘 有爱或恨 有情或愁 这就是完完整整的人生路 可事实上 我们很多时候 都在回忆我们身后的过去 在回忆时 那些我们常用的如果 要事 早知道等词语 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追悔之情 很多人都因此沉溺于过去 在时光的黑白电影里 哭泣追悔 其实啊 追悔过去的伤痛 只是在破坏我们 现在的生活 为了过去的失败和不幸 而摧毁了现在的生活 这显然不值得 据说 英国首相劳和乔治 总是随手关上身后的门 这成了他的习惯 有一天 乔治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 他们没走过一扇门 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 你有必要把这些门都关上吗 朋友很是纳闷 哦 当然 有乔治微笑着说 我这一生 都在关我身后的门 你知道吗 这是必须做的事 当你关上门的时候 也将过去的一切 留在了身后 不管是美好的成就 还是让人懊恼的失误 然后 你才可以重新开始 这就好像我们 从暴风雨中走来 拍掉身上的泥水 然后我们就把 这些心酸和伤痛 都关在门外 这留一世的温暖 尽管我们需要总结 昨天的失败 但我们又不能 总对过去的失误 和不愉快 耿耿于怀 念念不忘 悔恨也罢 伤感也罢 都不能改变过去的事实 不能使我们更振作 所以 只有放下过去 抛开过去 如果我们总是 背着沉重的包袱 去怀旧 为逝去的流年 而伤感 那只会白白扔掉 眼前的 大好时光 卡奈基事业 刚刚起步时 他创办的学校 遍布全国大小城市 一时间 他的事业 风生水起 引来了不少人的 羡慕眼光 然而事业 很快就进入了 瓶颈期 项目支出 不断增加 资金周转 也出现了断点 他开始怀念 过去的美好 沉淀于昔日的追悔中 终日 精神恍惚 毫无感激 他的教授见词 便邀请他 来自己家里做客 卡奈基刚坐下 教授就递了一杯牛奶 当他准备伸手接触时 教授却突然放手 任凭牛奶 打落在地上 卡奈基惊讶不已 恶然地看着教授 教授不慌不忙地说道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因为这没有用 教授的当头一棒 振行了卡奈基 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不再想念过去的一切 而是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不断探索和努力 最终他成为了 享誉世界的成功学大师 追回过去 就只能失掉现在 失掉了现在 哪还能再谈什么未来 曾经在网络上 听过这么一句话 有时候 遗忘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诚然对于过去 我们不一定非要遗忘不可 但也绝不能让过去 成为我们前行的负担 过去种种 皆为过往 无论是好还是坏 是美好还是痛苦 我们都无法做出改变 要知道生活还在继续 若我们一直纠缠在过去当中 就无法再集中经历 迎接辉煌的未来 唯有学会放下 才能更好的前行 无荆棘不成玫瑰 无波澜不成岁月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 每个人都是一边 接受着生活的锤炼 一边努力地活出 自己的精彩 即使生活里 有太多的不如意 但我们依然要感恩生活 教会给我们的一切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